這真的是 他很帥耶 不是每個韓劇女主角都會有男主角來救他 準備飛囉 快三年沒有出國了 好興奮啊 好久沒有看到入境卡 抵達韓國啦 現在來韓國已經不用PCR檢測 也不用隔離 但是Q-Code還是要申請喔 入境的時候也會有一個Q-Code可以掃 如果不想排隊等待 可以提早在台灣線上申請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KETA 一定要在大機前72小時申請好 不然就不能進韓國囉 申請完還需要時間審核 建議大家訂好機票就馬上申請 這次我們住民洞 機場有巴士6001 6015可以到飯店附近 巴士的空間非常的大 好舒服啊 搭6015巴士到民洞站下車大概步行5分鐘 搭6001巴士到民洞站步行要10分鐘左右 這次我們的飛機太晚只搭到6001巴士 所以走的比較遠一點 到飯店啦 一樓拉比幾乎都是大理石裝潢 看起來非常大氣 櫃檯人員也非常親切 我們應該是最後一組check-in的客人啦 真的辛苦了 這次我們住最高樓15樓 電梯要房卡才能到該樓層 安全性很夠 我們訂的是兩張小床 裡面的東西應有盡有 連插頭也有一百一兩百二萬國插頭 我們住五個晚上 每天都會來打掃 非常推薦這間hotel 飯店旁邊就有一間GS 我們到飯店已經快晚上12點 真的好餓 還好旁邊有一間超商 來韓國一定要喝泡泡瓶香蕉牛奶 還有咖啡牛奶 韓式泡菜、韓國飯卷、起司條、韓國限定泡麵 通通來一份 今天的晚餐跟宵夜超級豐盛 第二天的韓國早安 從飯店往明洞方向 路上就可以看到索爾塔 第一站先來明洞換韓幣 在大使館旁邊的這家換錢所 匯率蠻好的 第一餐我們來吃早午餐 這家店我們是臨時上網找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餐點都是麵包的關係 裡面幾乎都是外國人 三明治的麵包很特別 菜單非常簡單 也有素食的選擇 咖啡也很好喝 第一餐有咖啡 餐點又清淡 非常棒 地鐵站就可以儲值T-Monica T-Monica可以搭地鐵、計程車 在超商買東西也可以使用 這次我們在台灣KK Day先買卡 到韓國再儲值 到宏大啦 路上滿滿的銀杏 好美好漂亮 因為疫情的關係好多店都倒了 人潮也比以往還少 不過有很多店也開始裝修 相信不久後旅客恢復 店面就能跟著恢復 宏大有好多甜點店 看起來都好好吃 也有好多小街道可以逛 在這裡可以待上一整天都沒問題 逛累了可以先來吃個炸雞 是喬春炸雞 嫂子推薦蜂蜜口味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連雞腿都是嫩的 吃完炸雞經過這裡覺得很漂亮 就拍下來 如果有人來過這裡 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唷 來到韓國美妝品也是必逛之一 今天我們來到宏大的Styleland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關係 人很少 感覺都要包場了 一樓是滿滿的3CE彩妝 二三樓是他們家的衣服包包 都是一些韓國現在比較流行的元素 吃完逛完回飯店啦 真的太累了 我們決定搭計程車回飯店 韓國計程車滿便宜的 起跳是3800韓幣 今天就到這裡啦 晚安囉 喜歡我們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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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